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 任神几何能够找到知己 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充满慈性的赏音 令人不禁陶醉在他优美的歌声中 来自马来西亚的世新大学学生潘月勤 日前参加云林县政府举办的 永恒巨星邓丽君歌唱比赛 以这首我只在乎你 从313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拿下冠军 那时候一开始是我的室友 就是在FB 然后就跟我说 有这个消息这样 因为他知道我平时 就是有在接触一些老歌唱歌 所以就想说 可以有一个机会再去 试一试看 然后就想说报名一下 其实我觉得进决赛对我来说 已经是一个很惊喜的事情了 对对对 而且因为那时候想到 要去到云林嘛 所以更不会想说 要进决赛而去比这个比赛样子 就想说拿一个经验 然后就很意外的进了决赛样子 特别练习是有多出来一点点 就是想说在可能决赛之前的 每一天都抽一点时间出来练这样子 可是平时的话 其实我在一回到家 然后就是一来兴致的时候 就可能会玩一下唱一下 就是平时的休闲方式也是唱歌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经典情怀 我是主持人月琴 那现在是礼拜日的六点 又来到跟大家分享 经典老歌的时候了 今年大四的潘悦琴 在马来西亚就说的一口流利的中文 喜欢音乐的他 在世新大学念的是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广播组 毕业专题制作 主题就是80年代的民歌 毕业后他打算从事广播相关工作 发挥专场 其实相对于对音乐有兴趣的 像如果学弟妹们 如果来要试行的话 其实也是蛮多课程可以选修的 像广电视的话 就有很多像声音制作 流行音乐制作 这些都会帮助 就是在你音乐改变上 或是怎么去用一些音乐软体 都会蛮有帮助的 这样对我来说 其实也是有在这个比赛中 也是有帮助的不少 因为刚好我在大四 也是做专辑这样子 所以就很多歌曲 就开始自己创作 然后就学习说 要怎么把一首歌 去变成自己的方式 然后在这些课程上 它其实也会帮助到一些些 在这方面的知识 刚好我们在做的这个主题 其实跟像这个比赛 也是有点关系 因为我们做的主题是 回归80年代的这个民歌精神 对所以我们的歌曲 是比较偏向复古风的 然后整个专辑 封面啊设计啊 什么的也是会比较 回归到从前的那一个美好 这样子 四星是一个传播的学校 但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呢 非常的活泼 非常有创意 也多彩多役 这一次我们看到 月琴这么好的表现 我都觉得非常的高兴 月琴是我们四星大学 广播电视电影学系的 广播主的同学 很特别的地方 他是从马来西亚来的乔生 来到学校以后 除了在广播的专业之外 他能够把他的一些才华 然后这一次 用歌唱的方式 然后取得一个非常优秀的 让外界看得到他的地方 目前他正在准备一张专辑 那我也借这个机会 预祝我们的月琴 这张专辑能够录制的非常成功 未来能够被我们的市场的产业 可以肯定他 祝福他 出事提升便获得冠军 潘月琴用他的歌声征服评审 未来也将运用大学所学 累积经验与实力 让更多人听见他美妙的声音 广播世界 内力无限 四星电台带你体验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好